市長覺得說會用最高標準來管理 新竹市長高鴻安十七號出席活動 面對記者提問都以謝謝親親帶過 高鴻安雖然否認男友干證 但李仲廷風波還是止不住 美麗島電子報董事長吳子佳十二號 在政論節目透露 李仲廷父母是相當有成就的司法官 由於李仲廷涉嫌炸零助理費 司法告成不敢大意 查證後發現目前在職的法官 檢察官當中並沒有李仲廷父母的名字 雖然爆料並非事實 但李仲廷的言行以及背景也被放大檢視 想當然他們是適用嘛 所以高鴻安現在還在說 他不懂李仲廷跟前康明局長在聊天 內容是什麼 這個絕對不符合常情常理 所以他越講其實越錯 而且是他在找理由開脫 那在這個情況下 我認為Jack他現在真的是越來越大尾 曾跟高鴻安和李仲廷共識過 李冠言直言 李仲廷真的是越來越大尾 外界炮火猛攻 柯文哲十六號受訪也作出回應 符合比例原則啦 適可而止啦 我不敢說高鴻安百分之百對啦 但是人家願意改進啦 總是好嘛 沒那個文化局局長 本來就認識嘛 在還沒吵架之前 兩個人常常吃飯 所以這條線 但是我覺得算了 這個這樣 重新建立一個制度嘛 就是說 就不要來訪就好了 柯文哲希望風波趕快消停 只是現在高鴻安不僅聲線李仲廷 甘政風波 還要煩惱涉嫌炸鱗助理費案件 恐怕一個頭兩個大 甘政新聞帳號 由黃正傑新駐唱報導